椅子真的還是重頭戲 因為我相信大家已經是最好奇 那兩張椅子坐起來怎麼樣 我自己這一次的最大第一感想就是 這個椅子位置是不是有稍微調整了一下 它不在晃動起來相對難受的區域上面 還是它的那個叫什麼盲點 就是它的固定點 它有跟上一代有明顯的改善 因為上一代我一直覺得 就像你講 我一直覺得我的座椅 好像沒有非常穩固的在這台車上 都會有一個莫名的脫離感 斜震 但這一代沒有 但其實這一點我在Alpha上就有發現 那我就在想說 到底是坐著點的結構設計 或者是它整個車身本身的鋼琴就提升了 那你去減少那個斜震 不會透過座椅的離那個斜震 就是離車身晃動更遠 所以它的斜震會放大 我不知道這個原因出來哪裡 但是這一點的改善 真的蠻對於乘坐舒適來說 安定感 改善很多 對 非常非常多 因為之前那個就是你看到那個椅子 你會覺得好好好 但實際車子開出去 走了一段路之後 你可能就會想要從司機的背後踹下去 但是你踹下去會踹到電視 所以你只能隱忍在心裡 但這次就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這次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很酷 對 太聰明了 我們要講的是同一個東西 我現在開始懷疑 我們會不會講出來 是不一樣的東西 我要講的是駕駛模式 駕駛模式 你知道有一個real comfort這個模式嗎 我知道 對 它有一個real comfort 然後那時候我心裡就想說 你一個駕駛模式 它可以讓後座比較舒適啊 Gay 後來司機切下去的時候 有餒 而且那個有餒 我覺得是對於司機很有餒 你看司機的福利終於來了 因為那個模式開下去之後 它不論是動力輸出 然後底盤的設定 跟它的剎車的特性都會改變 但我也必須要說 就算我不開這個模式之前 我在開的過程中 我也覺得這台車所有的東西 都是為了讓司機開車很舒服 線性而設定 就是你覺得它的方向 它的油門跟剎車 因為有些車就是如果你開別的車 或者來開這台車 你可能會瞬間踩下去 可能煞車點太高 介入點太高 油門介入點太低或什麼 你會一開始需要個適應器 但LM我昨天一開我就發現 這個就是完完全全 讓你司機不犯錯的設定 對 這一點真的還蠻厲害的 是 然後再加上real comfort 如果開下去的話是真的 真的還能開不對的話 這個人真的司機 就你不適合做這台 對 所以說這部車其實真的 你看它連駕駛模式 都特別去為了後座舒適性 去想到 然後去設計的一個獨特的模式 這個真的是我沒有想過的 那我剛才想要另外一個經驗點 其實這個在alpha上 我們就有發現 而且它在原廠給我們的資料 還特別強調 第二排座椅 在沒有人乘坐的時下 它還告訴你 這個座椅移動的速率 我就想說 大大給不夠冷 就是我椅子在調整的時候 我需要儘快到位 這件事情 我們那時候在試的時候 就發現我從來沒看過 電動座椅可以動這麼快 這點酷 北橫比你想像的還好玩 驚嚇最臭的旅遊路線 就在北橫 全新探索北橫觀光系列品牌 六場名人帶入主題遊城 六手地方深遊 帶你以多元的方式 深入探索北橫 同時還推出了專屬品牌網站 只要簡單點一點 就能精準掃描出 最適合自己的北橫玩法 無論想要見走踏青 享受美食 探訪秘境 公路旅遊 極限運動 還是打卡拍美照 走一趟北橫都能全面滿足 更多活動資訊 現在就上探索北橫官網 及樂遊桃園 臉書粉絲專頁 讓我們一起上商探索去 出發 以上廣告 由桃園市政府觀光旅遊局提供